传说是靠一己之力 蛮爆山口祖和黑手党的组织 在世界黑帮历史上 堪称神级一般的存在 而它在华人圈里的名头 竟有一半是山口祖给的 江湖传言 山口祖八代传人 五个都是福青帮干掉的 而日本警察一百年来都没能拿住一个 可见其凶悍的过人之处 而这神秘的黑帮组织 就是号称华人第一黑帮 福青帮 因其恐怖势力 让威震天下的山口祖建了他们 都只能绕路走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福青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 那里的人均年收入 是全国人均年收入的16.2倍 同时也是全国仅次于温州的出口之最 福青有170多万人 大概有90万都在世界各地 占世界华人的10.6% 其中在纽约就有30多万人 在纽约的30多万人中 有9万多是在美国最大的黑社会集团 而在全世界的90万人中 有8个是全球被悬赏2亿美金的重犯 比最有名的世界恐怖组织头目 本拉登还高出好几倍 最早纽约华人社团 除了广东一带的黑帮外 也就是福青帮比较吃得开 后来经过几次打击后 纽约州的福青帮逐渐往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活动 逐渐被福建的常乐帮替代 第二要属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福青帮 与加拿大的地狱天使社团势力相当 是加拿大六大帮派之一 主要以伪敬品走私和人蛇为主 再一个就是日本了 而在日本的福青人也是被称为中国最黑的人 日本黑帮世界文明 但却被福青帮镇住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黑社会合法化的国家 所以在日本 黑社会是具有合法称号的 其中有三个帮会被公认为武装最完美 军事能力最大 能称为日本第二政府的帮派 他们分别是第一的山口组 第二的驻集会 第三的道川会 他们首领在日本的地位 绝不比日本天皇差 而且在那里 只要看到是山口组的人开车过路 谁都要让到 所有的商店都要给他们打折 属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地方 那里的税收就要变成进贡 他们手上的某些武器 比日本政府的还先进 如此之大的黑帮 可谓天不怕地不怕 但当他们听到福青人时 他们就沉默了 山口组有八代船人 死在福青人手上的有五个 日本政府尽一切努力 都没有消灭其中任何一个 而福青人做到了 关于这件事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 1997年秋冬时分 具体日期不相 在赤羽经营豆腐店的 福青人张海松 由于拒绝缴纳山口组 保护费 而被山口组火烧豆腐店 此日夜里 心有不甘的张海松 纠结了30号福青人 找到当地的堂口 要讨个说法 彼时山口组封头正见 堂口将情况上报后 山口组老大 原本不屑搭理这个小人物 但听说对方 也很想瞻仰瞻仰自己的英姿 于是套上大衣 率领600多号小弟就去了 到达现场 张海松 躲在豆腐店的烧毁废墟里 手里拿着布枪和燃烧弹 跟山口组老大 隔空喊话 问对方 有没有胆子单独聊聊 山口组老大 十分自信 脸上挂着微笑 只带了两个马仔 主动走向了豆腐店 但没愚蠢到进门 而是站在门口 背着身后 烈烈风动的大衣 对张海松说 现在你想聊什么 说吧 躲在四周的 三十几个福青弟兄 马上抱起发难 对着不进门的 山口组老大 掏枪射击 混乱中 山口组老大中弹 富商退走 据说为了羞辱 当场把对方的 一个稿丸给割了下来 这件事情 震惊了日本黑社会 黑道界的龙头企业 山口组 旗下的东京分部 首当其冲 认为这帮外国黑帮 过于嚣张 不敲打敲打 日本极道的颜面核存 山口组一方 怒不可接 顿时爆发了 三十人对六百人的 激烈火拼 然而张海松一行人 有备而来 人人带枪 山口组小头目 级别以上 才配备了手枪 和便携冲锋枪 一般组员 除了纹身一无所有 这就导致这场火拼 最后竟被福青帮 在人数 差距1比20的情况下打退 山口组老大 更是不治离世 成就了福青帮的 赫赫兄弟 之后 报复中双方互有伤亡 山口组八位传人 竟被福青人 干掉了五位 这一沉重的打击 让山口组 不得不吞下 惹怒福青帮的苦果 低头表示 任何福青人开的店铺 从此以后都不必缴税 可以说 经此一议 日本社团 简直被福青帮 给分了天下 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福青帮在那有多猖狂 他们以成年男子 为主要成员 年龄在十几岁 至三十几岁之间 在日本以留学的 出名次停留 后来以各种渠道 获得签证的续签 绝大多数人 保持着中国国籍 虽然有一部分人 与日本女性婚配 并生育子女 他们普遍精通日语 具备丰富的反抓捕 反侦察经验 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 触类蓬通的 能够熟练地开各种所 比较熟悉 日本的刑事法律 他们不适血 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绝不开枪 持刀伤人 他们在日本国民 采取的犯罪手段 相对于日本本土黑帮 要柔和得多 甚至带有一些怀柔色彩 采取绥靖政策 他们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进行入室盗窃 窃取停放在室外的 轿车里的财物 盗用信用卡三大项 他们入室盗窃 主要是在白天的 上午8点到下午14点 这段时间孩子上学 大人上班 家中无人 每天在东京地区 进行看囊取物行动的 盗窃团伙 至少有200个 每个团伙 在8点到14点期间 盗窃的家庭达到 6到12户 每次外出盗窃 大黑帮成员 在1到3人不等 只谋财 不伤人 不害命 但他们做事果断 凶狠 只要发生火拼或争执 拿枪击开 从不威胁对方 或者考虑后果如何 就是十足的亡命图 此时美国纽约 福清邦的秘密据点 邦内的高层 有头有脸的邦中 大老级人物 一呼寻常地 从北美各地 飞往纽约 并且邦内的要员 几乎全部到场 这是福清邦 历史上 十分罕见的 紧急大聚会 甚至惊动了FBI 派出了大批特工 从旁监视 而由于FBI 对其的贴身监视 迫使福清邦的高层 出尽各种手段 方才暂时 避开了官方的耳目 躲在这个神秘的据点内 召开大会 紧急上讨某件事 一直到两天以后 FBI的人才密宗而来 在据点周围出没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福清邦 究竟为了什么 而举行聚会 FBI负责这方面的警官 对此可谓是 百思不得其解 但FBI 可以肯定的是 确实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是的 确实有大事发生了 因为福清邦策划了很久的一桩 十分庞大的人蛇偷渡计划 莫名其妙的中途流产了 运载人蛇的远洋货轮 在公海上航行了一段时间后 突然人间蒸发 由于体型庞大的远洋货轮 和船上装载的2000多人蛇货物 以及临时起义 顺便搭载的邦内精英 远赴南台湾地区办事的 邦内300多名身手一流 并拥有邦会红棍直贤的大手 其中包括20多名身金百战 负责带队的高级资深红棍 全部失踪 并且自失踪以来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对于福清邦来说 不斥于迎头挨了一记 结结实实的蒙棍 半天醒不过神来 且不说货轮 即作为货物的人蛇失踪 使得福清邦 人先预期能够顺利获取到的 对邦会来说 有巨额利润的进账项目 变成亏得损手烂脚的包袱 偷运人蛇出境级入境 是人贩集团赚钱的摇钱树项目 不仅邦会遭到的金钱损失 十分巨大 但是这次 有关人手方面的巨大损失 就已经没法承受得起 更何况图中搭载的帮中精锐 三百余名拥有社团授予其 红棍直贤的邦内分子 那可是邦会自身的实力所席 没有了这些人的职称 福清邦就会落了个元气大损的局面 以后难以在黑道上立足 这才是复兴之患 所以这次损失人手这一笔镜像 终还是借选之吉也 这就难怪 这帮邦内大佬寝食难安了 急不可耐地要聚会与筹谋对策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守候于此 负责监视的FBI警探 都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又说不清楚 是什么地方不对劲 当FBI警探中的聪明人 终于想到不对劲的地方是在哪里时 已经来不及在做什么补救工作了 一个撼动北美大陆 令美加两国官方震惊的鬼秘血腥事件 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件鬼秘的事 就是 在福青帮的秘密据点内 参与会议的所有黑道大佬 竟然全部离奇的神秘死去 而当FBI负责在当地进行监视的探员 带领全副武装 核枪实弹装备的警员 冲入那栋中式设计风格的园林别墅室 这些FBI探员看到的景象却是 在别墅园林内的与会者 完全保持着死去之前的姿势 套用FBI方面 当时带领全副武装的特警 在第一时间冲进这种中式园林别墅的某位警探的话来说 就好像进到了一个蜡像博物馆 在里面摆放的展品是一组组的蜡像群体 他们均保持着生前的动作和姿势 但现场却没有留下一个活人 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说不出的诡异阴森 所有与会的黑道大佬无一幸免于难 仅像异常阴森恐怖 所有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两天前 也就是FBI探员密宗而来之后才死亡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件凶杀案是在FBI严密的监视网中发生的 如此怪异而闻所未闻的大型凶杀案 让美国警方与相关联邦调查机构 感到既震惊和愤怒的同时又心下窃喜 震惊和愤怒是因为凶杀案 竟然是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发生 这是对警方的极度轻蔑 窃喜的是 因为福青帮这个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虽然没有了福青帮 但天下也未必太平 尤其是人蛇贩卖这样一本万里的暴力行当 福青帮不做也自然会有别的人来做 但是警方不费吹灰之力 就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于是在有心人的运作下 将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这就变成了美国警方策划已久的 打击人蛇贩卖犯罪行为计划的重要成果 有关此事的详细档案 列为联邦绝密 将永不解密 同时作为神秘事件 移交给国家秘密机构继续跟进调查 在美国的福青帮就这样被人莫名其妙地给某种东西轻轻抹掉了 也许只有很少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 虽然美国福青帮就这样被轻轻抹掉 但不等于会就此一蹶不振 因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帮会 有帮会的地方就会有福青帮 江湖恩怨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